凶狠先翻摊位 吓得摊贩一动也不敢动 下一秒还不罢休 把桌子都翻起来 强势要求交十万保护费 东湖邦恶劣行径 当时都被拍了下来 这是两年前 10月25号警方侦办 东湖皇帝恐吓案 主贤利用公庙向摊商 收取高额保护费 遭到北市新大嫂黑送办 其中东湖邦成员之一 就是21号被人发现 沉湿空地的黄岐佳 和老婆感情甜蜜 牵手笔爱心合照 和小孩笔叶入境 一张张照片都记录 黄岐佳生活点低 但他背后其实争议不少 监视小组仔细财政 不错过任何蛛丝马鸡 警方来回进出 另一头一群少年围在路口 交头接耳 甚至越聚越多 都是因为突然接到 大哥黄岐佳沉湿空地的消息 警方发现44岁的他 背景不单纯 曾经因为参与东湖邦收保护费 遭扫黑送办 今年参选内沟里里长 也失利落旋 每天都会在喝 八九点开始喝 喝到深夜 是不是因为心情不好 才会迟到寻短 还是有外力介入 警方持续调查中 但那壶角头突然身亡 警方约束黑帮别乱来 就担心地方治安受到影响 这旅游山 向外山台北报道 每天都会在澳中 пок